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范例1 那这一个是运用我们前面的理论来做判断 第一个是温度乘以压力就会等于三分之二倍的总动能 第二个是平均动能是二分之三倍的KBT 然后第三个是方均跟速率 是根号的3KBT去除以质量 或者也可以写成根号的3RT除以分子量 这个为什么会是这些呢 我们在另外一个影片有解说 那各位可能就要去看一下课本或讲义或另外一个影片的解说 就是我们上课也有提到 那今天呢就是有处于乐平衡一个静止 而且密闭的容器内有处于乐平衡的两种理想气体 然后是两莫尔的X和一莫尔的Y 然后Y的分子量是X分子量的两倍 下例叙述哪些正确呢 A选项 总动量不相等 总动量因为动量是一个向量 所以其实它往各个方向跑的几率会一样 然后往各个方向的速度啊 它的分布情形几率会一样 所以总动量应该是零 全部的粒子的动量平均下来 应该是零 因为这个容器是禁止的 容器是禁止的 所以里面的空气粒子每一颗 可能向左向右向上向下的机会都一样 然后它的速度也是没有说一定偏向哪边比较多 所以最后总动量是零 所以是相等才对 而且是等于零 再来第二个 方均跟速率相等吗 那方均跟速率呢 根据我们的公式 它会正比于 正比于根号的温度除以分子量 那今天它的温度是相等 此题温度相等 因为它是热平衡 热平衡一定温度相等 这我们在介绍温度有稍微提到 所以T相同 所以那就是 正比于M分之一的开根号 正比于分子量 分之一开根号 所以因为它们的分子量不一样嘛 所以方均跟速率就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B也是错的 再来C X气体的分压 是Y气体分压的一半 好这个分压呢 C选项的分压呢 我们可以用PV点NRT来处理 对X气体而言 它的压力分压如果是X 然后体积是V 那它的莫尔数是NX 是两莫尔 不如我们就写两莫尔 然后乘以R再乘以T 那对于Y而言呢 它的分压呢 是PY乘上V 会等于一莫尔 然后乘上R 再乘上同样的T 因为是热平衡 所以分压的比呢 就等于它莫尔数的比 所以PX比上PY 应该是两倍 而不是二分之一 好那么 诸选项 总动能 问总动能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看PV啊 对不对 因为有我们的公式 可以知道说 总动能可以写成 二分之三倍的PV 所以 X的总动能 就可以写成 二分之三倍的PX 再乘上V Y的总动能 就可以写成 二分之三倍的PY 乘上V 那我们在上一题 有提到说 上一个选项C 有提到说 PX是PY的比例 所以就会变成是 PX比上PY 就会等于 KX的总动能 去比上 KY的总动能 所以就是两倍 所以诸是对的 那一选项错在哪里呢 平均动能 一选项是看平均动能 那平均动能呢 只跟温度有关 平均动能只跟温度有关 所以 当温度相等 那平均动能就相等 因为热平衡 热平衡温度相同 然后从我们的公式 平均动能只跟温度有关 所以 X气体的平均动能 跟Y气体的平均动能 是相同 好就这样 所以答案是诸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